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十分赞成男女平等的 尽管中国的社会从来存在着一种重男轻女的传统 我们有各种妇女儿童的群众组织 来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利 你可以看到我们代表团里面具有一个杰出的女性 Madame Wu Yi, State Counselor 在这一次跟美国方面进行WTO的谈判的方面 吴仪女士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知道美国人对于什么叫State Counselor 总是听不懂这是什么职务呢 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他就是副总理 但是中国是很讲究排名次的 他们的名字,State Counselor是排在Vice Premier的后面的 但是在这一次谈判中间 他是总理,我是副总理 我还要告诉您一个秘密 我在家里是完全听我的夫人的 我的口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全部上交给她了 Thank you I don't have so much as a penny in my pocket I hand everything over to her 谢谢大家